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讲《世情论》所造的阿比达姆居士论 昨天说一切有为法分为色等乌云 这个已经讲完了 他的移民分一个有为法的移民和有路法的移民 昨天有为法的移民已经讲完了 所谓的有为法在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 有时候叫世间 有时候叫言译 有时候叫处理和游记等等 这些都有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佛经当中对有为法有这么多的名称呢 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已经讲了 今天讲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有路法的移民 其实有路法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也在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就是讲这个道理 如是有路法也称 进去之云即有证 痛苦积极于世间 坚除已即善有业 这个就是讲有路法移民是不同的名称吧 比如说一个人他有一个法名 在家名还有很多其他的外号等等 也有很多的移民 总而言之这个人他不同的方式来表示这个人 同样的道理 所谓我们的有为法 昨天前面有几个方面来宣讲有为法 然后现在如是有路法一称 那么同样的道理 不仅是有为法有如是的名称 所谓的有路法 有路无路法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前面昨天我们宗的总结来讲的话 前面也说了 这些大家应该记住 因为现在我们讲的第八品 讲的总共有八品 前两品是有路法和无路法的重说 然后中间的五品分别已经宣说了什么呢 对中间三品分别宣说了有路法 后面三品宣讲无路法 所以中间三品所讲到的有路法 到底有什么样的名称呢 它这里说中间的有路法也可以叫进去之云 它可以称为进去之云 也叫游子 也叫痛苦 也叫急 也叫世间和坚除 以及善有 所以有路法在佛经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名称 那么我们说什么叫做进去之云呢 为什么叫进去之云呢 进去之云呢 有几个方面可以讲 因为一切有路法它这里面就是进去 进去的话将来可以起这种作用 也就是说是一种称为它的因 称为它的因叫进去之云 为什么无云 我们所谓的云呢 它可以叫进去之云呢 为什么叫进去之云呢 因为依靠有路法 依靠有路法将来的痛苦和一切世间的本体可以出现 就像是它作为因 那个孟宝仁波切《徐世论》的讲义当中 他用草火来比喻 草火的话 实际上依靠草而燃烧出来的火焰 称之为是草火 所以依靠草 然后变成火 依靠它的草的因吧 然后后来变成火 我们人们称为是草火 所以依靠有路的烦恼而变成的云 称之为是进去之云也可以说 或者从它果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叫进去云 比如说我们有树果树化的树 称之为是花果树 花果树有这种说法 花果树实际上这些花果是树上面生长出来的 因此以这个花果来表示树 同样的道理 进去云实际上有路法作为云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现在我们的云 将来不断产生的云的云也可以这样讲 还有从它的本体或者作用上面也可以叫进去云 为什么呢 比如说国王的人 这些人依靠依赖于国王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进去云 它同样依赖于我们的有路法 就是有路法 因此在几个方面可以把它有路法 称之为进去云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有证吧 有证的话 因为依靠这些有路法人们的佛相争执不息 又产生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部落与部落之间 或者人与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为什么他们不断地发生战争 发生这些冲突呢 就是执着这些有路法 依靠这些有路法他们都是不断地发生这样的有证 所以人们对有路法也可以称之为有证 然后痛苦 痛苦的话 因为依靠这些有路法我们也可以称为痛苦 为什么称为痛苦呢 依靠现在这些所谓的有路法 当然昨天我们什么叫做有路呢 所缘和相应或者以所缘方式来增长的这种法 称之为有路法 或者以相应的方式来增长 所以烦恼增长这方面前面已经讲了 所以这样的烦恼有路法也可以称之为痛苦 为什么叫痛苦呢 因为有了有路法实际上是所有的 他这里痛苦在三种痛苦当中 任何一个痛苦项链的这种法称之为有路法 这样的话当然我们无语里面有一个叫做树 树里面也苦和乐也是包括在无语当中 但这里面的乐是不是在这里变成痛苦呢 从感受方面来讲当然它是一个乐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乐也是 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的本性 刹那刹那叹那变化的本性的话 它可以属于在心苦里面 因此凡是所有的有路法全部是苦的来源 就像我们大圆门心心修行里面讲 所有的这些有路法是痛苦的来源 痛苦的益处痛苦的本体吧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就像是这样的 因此所有的有路法因为它带来不同的痛苦 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有路法 全部是怎么样呢 刹那变化的 但是这个地方大城跟小城有一点点不同 大城的话凡是刹那变化的本性 全部属于心苦里面 他这样说的 然后小城就是阿比达姆里面 凡是那个心苦可以属于无常里面 但是无常不一定属于心苦当中 它稍微有一点差别吧 就像《中国四百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只要是无常的话它属于心苦当中 它是这样讲的 但是小城里面说是心苦的话 当然它是无常法 是承认的 但是无常法不一定是心苦 它中间如果从因明来推的话 因为它所谓的一些道地等等 这些方面有一点点差别 总而言之 刚才所谓的痛苦 痛苦也可以叫做有路法 有路法也可以叫做痛苦 然后这个极 这个极就是我们这个四地里面 枯极灭道里面的极 这个极实际上如果是大乘阿比达姆的话 这个极就是业和烦恼 业和烦恼称之为极 然后我们《俱舍论》本论当中 一切痛苦的因称之为极 比如说水的来源 水泉一样的 这样的极实际上在这里也可以称为无明 就是无明和极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有路法也可以叫极 然后这个世间 世间的话讲义里面经常讲是七世间和有情世间 但是七世间和有情世间的话 一般来说它是属于有路法当中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世间的意思的话 《俱舍论》里面的意义很容易 它叫做Njik Den Njik就是毁灭的意思 Den就是依靠的意思 所以依靠毁灭而产生的法 它叫做Njik Den 但汉文当中的话 世和见不能分开 所以说世和见分开的话 好像原文上是不太合理的 因此《俱舍论》的很多讲义里面 讲世间的时候 依靠藏文的这种解释分法是比较好动 意思就是说所谓的现在的世间 也是有路法 然后坚除无间的根源 因为有路法全部是无间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当中它提出来呢 因为其他的比如说无名 怀疑等等这些 虽然它是烦恼相应的一种星座 但是它并不是长期有的 因为对有路法实际上它经常是有的 而且是恒常性的 而且这种执著是稳固性的 因此说它这里有路法 无间的根源 无间的处 还有善有 善有的话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说三界轮回也称之为有路法 因此有路法有各种各样的名词 它在佛经当中所说的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给大家做了自明上的介绍 也就是说自明上的介绍 有路法也可以称之为 进去阴 游增 痛苦 还有急 世间 建筑等 善有等等有这些名词 这个意思 词面上介绍当然简单 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要讲一个原因的话 应该这样介绍 然后这是第一个色云有分掠索和广索 现在讲的掠索 色云的掠索 在颂词里面是怎么讲的呢 所谓之色即无根 无尽以及无表色 就是所谓的色 现在我们不是在这里讲色云吧 所以色 色境和色云在俱舍论当中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说 大家学习俱舍论的过程当中 经常我们在佛教当中 经常遇到什么乌云等等 但是乌云呢 很多人都可能了解得不是很清楚 当然我们这里俱舍论当中 有些问题小乘的自踪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承认的 所以这个世情论师也是 他在里面专门用一些传闻 传说 句说等等 他用这些 这个是他自己也不一定承认的 但是大多数的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话 就是全部是我们大乘中观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全部是一定要承认的 因此学俱舍论的话 你们也不要认为 这是可能小乘的一种邪见 这是我们都不用 那么现在如果这些都是小乘的邪见的话 我们这个乌云案例的时候 为之中有没有他自己独特的一种案例方法 然后中观中有没有呢 就是没有的 我们依靠名言的话 全部都是依靠这些阿毕达摩和阿毕达摩的方法来抉择 因此大家这些方法应该搞懂 不然的话没有智慧的人 好像要是舍弃的话全部舍弃 或者在接受的时候全部接受的话 这个是不合理的 宗派分析的时候有些承认的东西必须要承认 尤其我们不能承认的东西也应该分开 不能全部一概而论吧 这是不合理的 那么现在这里面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讲舍运 什么叫舍运 所谓的舍运 所谓的舍即是五根 五根就是叶尔比舍 舍总共有五根 舍运当中它是五根 还有五根就是舍生相为处 我有时候是太快乐自己把自己的灵魂了 不要说你们今天那个时候是法王说什么格西 就是说观世音都云土转向了 不要转经论 有时候我可能说的比较快 就是我自己都是已经云土转向 不知道是什么样 不过稍微快一点也好一点 不然的话 本来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大科士 如果是再慢慢地说的话 可能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就入灭经顶了 那就是如果其他的有些法师讲的话 所谓的舍运 舍运也就是说有五根和五根 还有五表舍 所谓的五根就是说 眼根 鼻根 耳根 还有这个 神根 这叫做有色的五根 五色的一根就是说一根 这样讲也可能好记吧 下面就讲五根吧 五根就是我们刚才五根的对境 五根的对境称之为五根 还有五表舍 五表舍下面还可以讲 比如说小乘认为戒律也是五表舍 五表舍种类比较多下面还可以讲 现在外面看一看不出来 然后说一说不出来 但实际上有一种舍法有一种东西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舍运有这么多 总共有十一个吧 刚才五根 五金 五表舍 总共有十一个 这十一个称之为舍运 那么舍运的这种法相 也就是说所谓的 对舍运的法相是什么呢 所谓舍运的法相可以把这个作为对境 然后接触 这样的这种法称之为舍运 这个应该是大乘阿比达摩当中 它有两个法相 一个可以使他接触 一个可以作为观察的对境 应该是有两种这样的舍法 这样的舍法称为舍运 所以我们经常眼睛所见到的舍法 实际上是舍运当中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的眼根 鼻根 耳根 这些都是按照优伯宗的观点 都是属于一种舍运当中 不是舍运当中 这些道理 门彭仁波切的《智智入门》当中 也是与居士论的说法相同的 有些地方他就讲了一些 大乘阿比达摩的一些观点 其他都是比较相同的 因此我们学院一般讲《智智入门》 主要是有些人居士论的颂词不能背诵的话 被智智入门的 他的一种 也可以说是前面有一个颂词吧 这个颂词背诵也有这种传统 所以说门彭仁波切一般居士论的 智智入门的前面部分 全部是用居士论的道理宣讲的 所以这些问题大家还是应该知道 什么叫色云的话呢 啊 柱子就是色云 那么眼睛是不是色云呢 眼睛当然是色云当中 眼睛是四色云当中 但是我们眼睛对境的色法不是 色法和色云有很大的差别 这里色云的范围比较广 无根无尽以及无表色 这是十亿种呢 一般《小乘居士论》有十亿种色云 这个是略索色云 不是现在我们讲色云的时候吗 那么下面是光说 彼等君士是所以 焰等诸根清净是 首先讲那个 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说彼等君士是所以 焰等诸根清净是 彼等君士上面讲的这些 实际上是意识的所依 意识的所依是什么呢 就是眼根等就是诸根 眼根等诸根 眼根等这些根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清净的色法 它是一种清净的色 它意思就是我们看外界这些的意识 依靠什么样产生呢 依靠眼根当而产生的 眼根 鼻根 耳根 然后色根 身根这样来产生的 那么到底这些根是什么样呢 根的认识方面大家应该要清楚 一个就是小乘宗吧 小乘宗我们经常讲五根吧 那么这个五根到底是什么样呢 小乘宗认为五根是一种色法 是一个清净的色法 非常透明的 非常光亮的一种色法 那么这样的色法它不是意识的 它是一种无尽法的色法 它比如说有部宗和经部宗吧 他们认为所谓的根实际上是一种清净的色法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像卫尸宗 卫尸宗里面有随理卫尸和睡觉卫尸吧 像陈拉 法陈轮士 他们称之为是随理卫尸 随理卫尸的话 他们不认为所谓的根是一种色法 他们认为是一种习气 比如说我们眼睛上面能看见色法的一种习气 有一种认识外境的一种意识的习气 严实的习气还没有成熟 它是这样承认的 然后随教卫尸 随教卫尸一般是无诸菩萨 他们说阿难耶当中有一种能自作外境的一种功用 或者是一种心的种子 所以一般卫尸宗和中观宗所谓的根 我们经常所谓的眼根 鼻根 这些根是一种形式的种子 或者是一种阿难耶的种子 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尤布宗刚才所讲的一样 但是它这里也有一点差别 有识宗里面刚才那个尤布和随教经布 随教经布和尤布他们认为是所谓的根 有颜色 有形状的一个东西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随理经布 随理经布的话 它虽然承认它是一种无情法 但是他们说颜色 形状有点困难 这是《量力宝藏论》的讲义里面都是有的 还有那个论师也是他的一名当中也讲了 说是随理经布的话 他们虽然承认所谓的根是一种无情法 但是真正有颜色 有形状的话 他们说是非常难以安理 很困难这个安理的话 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他这里已经讲了 所谓依靠这些事的所谓实际上是诸根 眼根 鼻根 耳根等等这些根 那么这些根实际上是一种清净的色法 它《俱事论》的颂词根据一般 由部和随理经布的观点来说的 这个随理经布以上 虽然不承认所谓的根是一种清净的色法 那么他们由部根怎么样认为的呢 他们说是我们这个眼根吧 眼根的话就像是胡麻花 芝麻的麻吧 它就像胡麻花一样的 胡麻花是到底不知道什么颜色 但是它有颜色 有形状的 那么这个眼根我们现在眼珠不是眼根 眼珠属于身体眼根的来源 但是我们外面看的眼睛里面有一个透明的眼根 它是一种色法 遍于整个眼珠里面 所以它可以看见外面的色法 只是他们对眼根像胡麻花那样也是存在的 这样说的 然后耳根 耳根的话 他们说是有一种浊嘎素 它是浊嘎素的树结巴一样的 这个在耳朵里面能听外面声音的有一种东西 这个也是一种色法 就像是一个树结一样的 这样耳朵里面有这样的耳根 它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鼻根吧 所谓的鼻根就是平行的通针 我们这个黄铜座 黄铜还是红铜不知道 反正通座的针一样的 平行的 两个鼻子里面专门能享受外道的 味道的有一种可以这样平行的两个根 这个根也是色法的 就像是两个小针一样的 在鼻子里面有这样很敏感的 这也是所谓的根这样讲的 然后因而比色根 色根的话 它那个舌头上 舌头的中间就像是半月形的一个舌根 它说在这个舌根当中是这样存在 身根 身体的根就像是 不知道是有一个好像一个脊吧 一个脊的身体的皮肤一样的 整个身体编满这种生根这样讲的 因此有不综合谁叫进步吧 他们认为所谓的根实际上是在整个身体里面 专门能制作外境的有一种色法这样存在的 但是是不是色法这个问题上面呢 下面这个尤部宗和金部宗还展开辩论 它好像在应该是我们第一品当中吧 第一品里面如果是色法的话 色法怎么会是能制作外境呢 然后他们用玻璃有很多比喻来说明 我今天在这里不光说 总而言之他们有部宗他们自己的说法 现在我们所谓的根是一种色法 然后金部宗虽然承认它是一种无情法 不是这个心 但是不承认它是一种有颜色形状的 然后卫世宗以上当然是他们认为 所谓的根没有一个单独的色法 有颜色有形状根不用说了 那他都根本不承认是一种色法 这个下面还有宣说的 所以我们这个颂词就讲到这里 下面讲罗斯文末的讲义吧 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云有增痛苦及世间间处善有 这些是指的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有罗法的别名 所以我刚才前面都是已经讲得比较清楚 有罗法称为金取云 原因是金取云为烦恼 金取云中产生云 他这里金取云就是烦恼 然后金取云当中产生我们现在的云 就像有草所生的火成为草火一样 这个刚才也讲了 麦彭仁波切的其他有两个 再增加了两个比喻 刚才所讲的一个是华国俗 还有国王属下的人 这方面来比喻的 然后有罗法也可以称为有增 烦恼损害自他故作有增 因为有罗法可以称为有增 这个刚才也讲了 烦恼损毁自他的谁叫做失增 因为有罗法因所愿于相应之方式增长 他这里方式增长 然后有罗也称为痛苦 他与善苦中的任何一种观念之苦 在善苦当中任何一个苦可以与他有关系的 有观念之苦 也称为己 产生痛苦的缘故 产生痛苦的来源 产生痛苦的根源 也可以称之为己 也叫做世间 这些前面全部都已经讲了 我相信也不一定要讲 为什么叫世间呢 他这里世间我刚才讲的所谓的产生痛 这个解释得比较清楚 因为所有的这些有罗法 它可以刹那刹那地毁灭 并且能被违禁毁灭 这个世间不管是七世间还是有情世间 哪一个世界都是有这种特性 也叫善有 因为生死戒量不断扭转 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善有 然后下面讲第三个问题 加三光说云皆处分三 第一个云皆处之自行和舍他法之理由 还有戒指分 分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又分五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真实宣说云皆处 真实宣说云皆处也分四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色云之理 色云之理分而真实宣说色云之理和跟精语接触之想念 就是观念讲这两个 首先是跟真实宣说色云分略所和广所 第一个是略所 略所所为之色即无跟无尽以及无表色 色等无云中的色云是指的什么呢 色云的色相 色 叶尔等无根 色相等无尽与无表色 总共有十一种 色云的法相 他这里已经讲了 色法内部相接触而产生不同的变化 什么叫色云呢 色云它有一种比如说我们用毛和用刀子刺 或者刺乳 它这个色云可以刺乳就是这种意思 那么这个刺乳如果吟生出来的话 可以使它接触 但是色云里面有些东西是可以接触的 比如说我们外面的色法这些可以接触的 但是有些东西不能直接接触的 或者与它可以接触的这样的法叫做色云 这个色云的法相这是一般所有的大乘小乘都可以承认的 别人问什么叫做色云呢 所谓的色云眼睛看到的东西那肯定不对的 因为色云里面无尽无根无表色全部都包括 无尽无根无表色全部包括的话 那么这个无根里面的眼根为什么色云 所以按照他们有不重的观点的话 无根里面的眼根也实际上是一种色法 可以与它接触 所以它色云的法相色法内部可以回向接触 而且可以产生不同的变化 然后下面讲广说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以法相的方式来宣说无根 无根的法相是什么也这样 必等军事是所以言等诸根清净是 所谓的无根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识者毫无混杂的 人知色等一切对境的形象的诸识所以 或者它什么叫做根呢 它对外境一点不混杂地能认识 比如说眼根的话 它自己能知道外面的色法是什么颜色 什么形状它可以 然后耳根的话 它能知道外面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描音 还是不好听的声音等等它可以辨别 然后其他的根也是同样的 它自己有个对境 所以它这个外境毫无混杂地能认识 以它的形象完全地所了知 那么这样的所语能了达外境形象的所语 或者它出所的一个清净色法就是所谓的根 是一种清净说法 当然这里喊照有多种观点来这样解释的 即使眼等无根其中眼根的法相 其中讲眼根的法相是什么呢 它这里只举了眼根和耳根等等有几个 全部没有举 对境色处的颜色 增上缘的一种清净色法 他们眼根的法相是这样认为的 它可以执著自己对境的色处吧 比如说柱子的话 我通过自己的眼根 它自己的对境就是柱子的长短 它的颜色 它的形状等等 这就是它自己对境的色法 那么这是增上缘的一种清净色法 同样耳根是可作为执著自知对境身影的 而是增上缘的一种清净色法 那么其他的根也依此类推这样可以的 无根都可以依此类推今天讲到这里 神人数有些维俄 原来 操作 高 Om Aum Bandarangara Padmasa Dhu Om Aura Baza Nadi